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是立法会议员林林 就着我们这个辅助生育的一个议案 其实我都表达了我们很多不同的同事共同的一个议员 其实辅助生育的技术也不是新鲜的一个事情 在很多国家甚至乎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有一个大大力的支援 希望可以帮助一些生育有困难的夫妇在这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香港面临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一个生育率低下的一个问题 我们的轮辩的一个国家 韩国都已经出了一个紧急的国家的状态来评论这一件事 希望加大资源去谷回一个生育率 生育率其实对社会的发展未来的经济动力是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是辅助生育方面是其中一个板斧是可以帮助到这一件事 其次我们在立法会里面经常都提出 怎样可以令到大家的压力低一些 怎样可以帮助他们的转屋方面提供得更好一些 令他们生活压力少一些 托儿方面政府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方方面面都希望政府有一个下一阶段的 辅助生育的2.0的组合权是可以帮助到的 很遗憾局长在这一方面 似乎用一个比较强硬的方法 去表达他个人的意愿 我亦都相信特区政府 甚至乎中央政府在辅助生育 甚至乎对国家的生育率方面 是非常之正面 亦都希望用不同的方法去扶持 特区政府由去年 施政报告里面 其实已经提出了一些免税的方法 去帮助有需要辅助生育的一些结婚 这方面我相信 局长应该仔细一点 看回自己的工作的范围和一个生效 如果有好些东西可以更加补足的话 相信他应该 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之下 跟自己的同事 讨论深入一点 看看我们香港 究竟这个社会需要哪一方面的支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